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凌晨的一场焦点战中 曼联迎战 死敌利兹连 本场比赛赛前的气氛直接拉满 不过没想到 比赛几乎一开始就失去了悬念 开场仅仅仅三分钟 小将麦克托米奈就通过远射和前叉打进了两球 曼联一上来就把利兹连给打懵了 而鸿魔的攻势还没有结束 皮肺和林德洛夫再下两成 曼联在前40分钟就取得了4-0的领先 比赛就此失去悬念 个人觉得利兹连本场比赛的站位有问题 人盯人战术对于二点球的保护非常不足 曼联抓住了非常多的机会 其中英格兰新晋国脚菲利普斯此意有点拉胯 他对于小麦克的盯防做得很不到位 而到了下半场 曼联仍然没有收手的意思 詹姆斯何必费在进两球 最终 曼联6比2大胜利兹连赛7场不败 升至积分榜的第三名 距离榜首的利物浦有5分的差距 而在另一场 焦点战中 热刺不敌来斯特城 积分榜上下滑至第5名 不得不承认 昨晚的热刺运气确实有点差 但主要还是 狐狸城的全攻全守 让穆里尼奥的球队失望而归 前两轮还在榜首 两场之后就跌出了欧管区 本赛季的英超形势确实瞬息万变 同样都是7轮比赛 阿森纳这边就很麻烦了 在最近的7场联赛中 阿森纳七文不胜 而且排名已经调到了第15名 如果不是昨天谢飞联帮了个忙 枪手现在已经被海欧军团给反超了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